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一孟黄梁 获奖 欢迎公第366章 下山 不过独狼没有手啊 爪子不好使 上嘴巴大家都心脏 平时叼个篮子的货 如今篮子不用它叼着了 反而没事干了 只能四处乱串啊 找蘑菇 然后让猴子或者红孩儿去采 当然了 遇到个头小的 小松鼠也可以帮忙 遇到大的嘛 于是乎 师傅 好奇怪啊 咱们后面好多 没有长在地里的模糊 一个比一个好看呢 独狼突然冒头凑上来说道 方正是老脸一红啊 总不能说他是扔的吧 他是捡回来谁来吃啊 他可不想再浪费一颗念珠的力量了 就在这时 红孩儿说 静心师兄啊 那些蘑菇不好吃 反正我不喜欢吃 吃多了还过敏 这一点呢 师傅是知道的 所以只能扔了 一听扔了 松鼠立刻就跑了过来 拉着方正的裤腿 趴在篮子里 一头扎进蘑菇堆里 翻腾了半天 从蘑菇堆里冒出了一个小脑袋 哀嚎道 我的超级大蘑菇 我超级无敌大蘑菇 也给我扔了 师傅 你们不吃 我吃还不行吗 猴子也跑了过来 一看他踩了好几个蘑菇也没了 也跟着说道 哎呀 我的漂亮蘑菇也不见了 师傅 我的蘑菇 你不吃 你留给我吃 我自己吃 听到这些话呀 方正真后悔继续采蘑菇了 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同时心里也大骂 红台儿是猪队友 毒狼松鼠猴子 三个家伙是言语不通 就算毒狼发现了 他说啥松鼠猴子也听不懂 随便就糊弄过去了 结果红孩儿偏偏就瞎嚷嚷 他说的话 松鼠和猴子可是听得懂的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既然红孩儿惹的祸 方正十分就直接就撂挑子了 放下篮子道 景欣啊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你们想吃啥自己踩吧 为时忽然想起来了 还有事情没做呢 先走了 说完 方正迈开一米二的大肠腿 忽然就闪现了 忽然就闪人了 单纯的猴子松鼠立刻就将炮火转移向红孩儿 红孩儿傻眼了 刚刚还对方正感恩戴德 怎么一转眼就被卖了呢 他这个便宜师傅啊 卖队友卖的也太顺溜了吧 晚上 方正看着一篮子五颜六色的蘑菇和红孩儿 同时叹了口气 松鼠和猴子怕自己的蘑菇再次被扔了 竟然蹲在后处不出去了 方正无奈之下 只能开两锅蘑菇汤 一锅普通的蘑菇 一锅白开水 只不过后面的被他用一梦黄梁 映到那个松鼠和猴子产生的幻觉 以为自己蘑菇也炖了 结果呀 吃的时候 啥味道都没有 只乎这蘑菇长得太好看 吃起来难吃得要死 以后再也不吃了 赌狼才不管他们呢 喝着碗里的汤 脑袋都快插进碗里了 喝的是不亦乐乎 松鼠和猴子见词 立刻去尝了一口真正的蘑菇汤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狂喝了起来 可惜松鼠就要那么大 拼命喝也就喝那么两勺而已 然后就躺在桌子上 捂着大肚子不动它了 嘴里嘀咕着 喝喝喝喝呀 方正和红儿见此时相识一笑 啥也没说 偷着乐趣了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 五月份很快就要过去 这一日独狼突然跑来 一屁股就坐在了方正的面前 直勾勾的盯着方正 一动不动 方正纳闷了 净法 你这是干什么呀 师傅 你好久都没下山了 独狼道 方正一愣啊 随后明白了独狼的意思 根据一纸山的规矩 方正每次下山都会带一个人下山 而且是轮着来的 前段日子方正四处奔波 带离吞下雨 对付偷猎贼等等的事情 让方正感觉有些累了 打算在山上安静一段时间 就是休息一段时间 结果经历了这么久后 坐在佛堂里看金刚经 竟然有了新的改悟 这一悟啊 就是好几天 把这事都给忘记了 这次独狼来呀 不用想也知道 这次他是想下山了 独狼不说还好 这一说呀 方正而是尽急私动 琢磨着 也该下山走走了 经历的越多 才能领悟的越多 功德越多 那早日成佛 早日还俗 而且上一次的领悟 也是领悟的差不多了 也该出去充充电了 想到此 方正笑道 的确该下山了 京法 这次你跟维师下山可好啊 独狼也就是跑来抱怨一下 没指望方正真的答应他下山的事情 结果 正如没想到 竟然成了 先是一愣神 最后联盟叫道 好好好 师父 你说啥都好 既然如此啊 那你留在山上吧 让静法和维师走吧 方正笑咪咪的道 独狼一听啊 连忙叫道 哎哎哎 师父 你不能这样啊 哎哎 方正见此顿时就笑了 敲了独狼的头道 嘿 行了 别假哭了 雷声那么大 也没见你掉一滴眼泪呀 走吧 咱们出去走走 独狼一听 连忙跟上了方正 出去的路上 一边走 一边看到谁都喊 师弟 我跟师父出去了 结果换来了一片大白眼 再次跨进了五响门 反正已经有充足的准备了 嗯 举精会神帝 等着四周的变化 一点声音 一点图像 都不打算错过 就在这时 四周出现了一个声音 碰碰碰 仿佛有什么东西 落在地上一般 杂出闷响 同时眼前多了一个破碎的画面 那是一个轮子 还有一声巨响和惨叫声传来 不是吧 这次更过分哪 连一点对白都没有 方正是心头哀嚎 却无可奈何 眼前的黑暗退去 他发现 他竟然出现在一个小区的大门口 如同过去一般 突兀的出现 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区 房子的外墙款式有些老旧 看起来是十几年前的老房子了 那个时候啊 还不流行高楼 清一色的就是七层板楼 就是清一色 哎 小区门口也没有警卫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门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 哎 哇塞 师傅 这个好神奇啊 耍的一下就出现在这里了 太不可思议了 独狼可不知道 方正还有任务呢 瞪大了眼珠子 看着四周 看什么都好奇 独狼在见识上不如红孩儿 红孩儿好歹是见过飞天顿地 对于人类的科技手段 也只觉得凡人能够做到那种地步 很惊讶而已 本集播讲完毕